男子背著刀包包 在高雄鳳山南京路上 拔腿狂奔 緊追在後的 全市便衣警察 雙方在大街上 追逐大約兩百公尺 男子越跑速度越慢 支援緊力 出現壓制 已經跑不了 只能放棄掙扎 擔任詐騙集團車手的男子 號稱是股票大師 準備和七巡老翁面交 上百萬元落網 警方接獲報案 七巡老翁上網看到 股票大師訊息 依照指示拿出一百一十四萬元 現金想要投資 家人察覺異狀 勸阻報警 警方和老翁決定和車手相約 假面交 車手拔腿狂奔不敵優勢 警力圍捕 戳破股票大師投資陷阱 幫老翁保住百萬 養股票大師投資陷阱 三立訊院長則如 翁玉文 高雄報導 充電手機 充電手機